大家好,我是小刚 今天又出来钓黄晒 这是一个老鱼塘 今天花20块钱 在这个鱼塘里面钓一次黄晒 看一下能抓到多少黄晒 估计这个鱼塘应该有大货 现在下鱼塘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里 35度的高温太热了 带一个防晒的面具 下面也发现一个洞 上货 二两左右 上货 这里有一条黄晒不知道多大 看一下没有 揍出来看一下 哎哟 还差不多 看到没有 差不多了 三两左右吧 现在的话开吊 用钩子捣一下 下钩子捣一下 下钩就咬 很爽 正中下鱼 现在看一下还有没有 这个洞里面 刚刚这个洞里面钓了一条 现在又发现一条 看见没有 又出现一条 这条更小了 现在还是马口去开吊 一个洞里两条黄晒至少 直接开吊 这条有点小 这条差不多只有一两左右吧 你看 一个洞里两条黄晒 现在再逗一下还有没有 天呀真是没有想到 这个洞里面三条黄晒 这条估计还不小 等下来看一下有多大 哦哟 鸡蛋头一样大的黄晒 看见没有 估计最少半斤吧 这条黄晒 哦哟这个声音好爽呀 至少半斤 现在老龟晒开吊 开稿开吊 看见没有 你看 我就说最少半斤吧 哦哟好爽呀 哦哟 看 这条货道 接近的话 六两左右 半斤都不足 哦哟哟 吊爽了 现在 继续逗一下 看还有没有 这个洞 这个洞里面还有黄晒 一共四条黄晒 看到 开稿吧 或许是 都出来看一下 它有多大 是大货还是小货 嗯还可以还可以 看到一下 一二两左右吧 现在开吊 好肥呀 二两左右 一个洞里面 四条黄晒 太多了 钓了两三个小时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如何吧 看 抓了这么多黄晒 差不多有五六斤吧 真是太过瘾了 花二十块钱 在鱼塘钓一次黄晒 真是赚大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